韋成龍陳冠偉在今年發揮出色表現 除了在前一場比賽對戰統一時 駐頭一局表2K交出零時分好投之外 在今年賽季駐頭17.1局就飆了25次散陣 製造打者揮空率排名全聯盟第二 僅次於樂天桃園的朱俊翔 總教練葉君章指出 儘管染疫過後陳冠偉的球速又稍微下降 但跟去年整體表現比起來已經大幅進步 一直表現得很穩定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說 最近從確診之後回來 他的球速有一些下降 就是速度有一些下降 那去年比起來 第一個如果以整個半季上來看的話 第一個是穩定性變更高 然後速度平均來講也比去年更快 對 所以這兩點我覺得比較有一些差別 加上前一場比賽 陳冠偉今年中繼成功次數也來到了七次 距離個人生涯最佳只差一場 接下來他除了繼續挑戰自己的生涯最佳 紀錄之外也希望自己今年賽季 投的局數還能夠再向上提升 會想要比去年丟的更多 然後中繼次數 就是不會特別去想中繼次數 就是能丟就丟 然後幫助球隊運球 主要是這樣子 初賽場次就是也是希望能比去年多 然後局數也是超過去年的場次這樣 然後希望能到40局 就是今年打完可以目標是40局 同時累計七次中繼成功 也在聯盟中繼榜上排名第二 與第一名的陳宇勳直剩下一次差距 若是接下來也能繼續維持這般穩定表現 將來也能成為未存留棚之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我來推台採訪報導 這裡起床